107年公务人员特种考试司法人员 法务部调查局调查人员 国家安全局国家安全情报人员 海岸军防人员及移民行政人员考试试题 考试别司法人员 等别四等考试 类科组 监索管理员 科目犯罪学概要 考试时间 一小时三十分座号 注意一 禁止使用电子计算器 二 不必抄题 作答时请将试题题号及答案依照顺序写在试卷上 于本试题上作答者 不予计分 三 本科目除专门名词或数理公式外 应使用本国文字作答 理性选择理论如何解释犯罪人犯罪行为的决定 此一理论在犯罪预防上有何启示 25分 是解释雷克利斯 Walter Reckless 的意志理论 Containment Theory 的内涵 以及如何以此理论应用在受刑人的处域上 25分 马扎 David Metzor 和希克斯 Graham Sykes 对犯罪负文化理论有何看法 他们所提出的中立化理论 Neutralization Theory 认为许多青少年在犯罪后常如何合理化其犯罪行为 25分 何谓证据为基础之犯罪预防 Evidence Based Crime Prevention 犯罪学家Sherman等从那七种机构环境来评估各机构在犯罪预防上的有效性 25分 Ev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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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idence